哈啰 大家好 我是秋文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所以今天这集秋文的主题就是 谈一谈我的消费观 你们记不记得两年前我出过一个这样的影片 就是12种省钱的方法 那么两年后的今天呢 我的消费观啊心态啊 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今天呢就要谈一谈 为什么我会如此的省钱 那么第一个省钱的原因 肯定是因为我没有钱啊 第二就是从小我的家庭背景 就是一个小康之家 然后爸爸一个人工作要养我们家里六个人 所以他的负担其实是很大的 造成我们每个人呢要非常的节约 才可以过好我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就有发现到 如果从小家境没有那么好 又不要省钱呢 会让我们长大后花钱的时候会有愧疚感 不止花钱有愧疚感 而且人也会越来越自卑 就好像我长大后 我会觉得花钱是一个错的行为 人应该要很省钱 如果花钱拿来享乐啊 或者做开心的事情就是不对的 只能够把钱花在必需品上面 而不是想要的东西上面 不只会很自卑 也会没有什么底气 就好像我来到KL蛮多年了 但是前几年我都根本不敢走进去商店 看那些商品 因为我从心里压根就觉得 我很穷我买不起 所以我连看都不敢看 因为这样子长久下来 我的人变得越来越自卑 我不会去欣赏自己 只会去仰望别人 就觉得为什么人家什么都好 就是因为人家有钱啊 就是因为我家里没有钱才这样 会一直怨天怨地样子 然后最近这几年呢 我开始放宽我的心 也意识到我自己的心态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就有发现到为什么我会那么不敢花钱 其实是因为觉得自己以后赚不到钱 就是很怕很怕没有钱 这种恐惧感就一直让我不敢去花任何的钱 也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什么都觉得很贵 就是我看到一样东西不管它贵还是不贵 我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很贵而已 就是我不会去看那个东西的价值好不好 适不适合我 结果就慢慢变成了只敢赚钱不敢花钱的人 变成一个首财奴 虽然有钱在bank 但是生活质量却没有提升 有一些老一辈的人他这辈子存了很多钱 但是他都不肯用 就是他很努力赚了很多钱 还是在过着很苦的日子 我觉得这样子何必 因为我们来人生一趟就是应该要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 对不对 慢慢的我就开始改变我自己的心态 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给我自己最好的 而且我也明白了 其实钱是流动的 你一直存着也不会越存越有钱 而是钱花出去 花在有价值值得的地方 钱自然而然会回来 而且我也不能一直想着我没有钱我买不起 买了这个东西我会变穷 而是要想买了这个东西给到我什么价值 我的想法改变了过后 我现在买东西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买到别人的价值 也可以买到别人辛苦劳动的成果 我觉得很值得 我觉得这个是要用很多年去摆脱 原生家庭带给你那种花钱就是罪恶的感觉 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让自己走出来 现在的我也变到比较有自信 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 而且我有发现到其实有时候省钱 等于花更多钱 因为当我省钱去买一个便宜的东西 一下子就坏掉或者质量不好的时候 我最后还是要花大钱 去把我应该要买的东西买回来 所以总结呢还是花了两个钱 就更加浪费 我很喜欢自己目前的状态是因为 我是辛苦过来的 赚到那个钱 我不会乱滑去舍质 因为我看到一些年轻人是会月光族的 但是我不会 我觉得该省的地方还是要省 该花的地方还是要花 所以我不会过度的浪费 也不会过度的省钱 就是在一个蛮中间的位置 我有发现到当我的生活过得更舒服 更自在更快乐的时候 我用钱去换那些很好的价值回来 我就会更舒服 可以去赚取更多的财富 以上讲的全部呢 就是我最近的状态 还有我消费观的变化 但是我不能保证 我这辈子都是这样子的 只是我现在目前的想法 我希望的是我的生活可以越活越好 然后想法越来越积极 然后以后有更多更新的想法或者改变 我都会update给你们知道 然后还有一点比较好笑的 就是美逢那些佳基 双11双12 我都绝对不会去看任何的东西 因为我很怕自己会乱买东西 可是最近我就有发现到 其实双11双12这些节日 它有很大的折扣 就是应该要趁这个时候买东西 但是也不是乱买东西 所以今天的双11呢 我就买了几个不错的东西要给你们看 以便你们可以在双12的时候入手 我第一个入手的产品 就是这个Picos的VR眼镜 跟你讲这个我真的观望了很久 在小红书就有看到很多人推荐这个 如果是以前的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但是现在的我 我会觉得人应该要work hard play hard 就是工作的很辛苦 玩也要玩得很开心 所以我就入手了 这个 打开这个盒子过后呢 里面就有一个VR眼镜 还有两个remote 然后这个VR眼镜是非常的轻的 戴上去你不会觉得很负担 之前我有看过别人的VR是前面还要放手机的会很辛苦 然后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wireless的 只要连上wifi就可以开始玩了 而且它里面有各种各样超多不同的游戏 还可以看戏还可以运动 就是什么game都有 而且哦 只要你一代像这个哦 你看360度都是可以看到画面的 然后如果你带来看电影的话 就好像在IMX电影院里面一样超级神奇 他们在这个12月份有做游戏哦 会送你们8款游戏还有额外的配件 而且如果你们用我的Code Pico Q1 在Shopee买的话 就可以得到另外50块的折扣 这个双12他们也是有做游戏 原价一个是1699 现在只需要1599 另外一个我在Shopee买到的 就是这个Lanege的Sleeping Lip Mask 这个你们应该都不陌生吧 因为这个已经蛮红了的 然后它这次我出了一个Christmas的Edition 还有三个妮妮的在一起 超级可爱 它里面有berry味的 gratfruit味的 还有这个apple lime的 给你们看 你看他们三个小小的 超级可爱 而且这个真的很好用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大家现在都睡冷气房 是不是你一定要涂这个 所以你隔天早上起来哦 你的嘴唇就会很饱满 不会有那种干干的裂纹 而且还可以帮你去除死皮 这次的双12在Shopee 也有他们这个Christmas Edition的折扣 这三个只需要110 超级划算的 我觉得这个set 还蛮适合拿来做交换礼物的 因为不管男女 都可以用到这个 Sleeping Lip Mask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超级评价好物 这个是帮你去除你家里厕所 或者超市地方那些美的 而且它用的方法也很简单 你只需要碰在那些肮脏的地方 等一个5到10分钟 再用水冲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价格也非常非常实惠 平时是7块9 但是双12的优惠只需要7块半 好像你们家里厕所 有那种霉菌啊 很难锁掉的啊 用这个就可以很轻松的去除了 太大了 所以这三样就是我最近 购买到的好物 有高价的 中价的 和平价的 这个双12在Shopee买东西 是超级划算的 而且没有最低消费 有Free Shipping 而且从今天开始 每天晚上8点 在Shopee都可以领取 12%的Reback Now Vouchers Shopee这次还会选出 12位幸运额 去送出他们一整年份的 Free Groceries 价值12千 只要去到Shopee 去玩他们Tag&Win的游戏 去收集多多Golden Ticket 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奖哦 想要了解更多资料 都可以去到我的 Description box那里看哦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 对你们有什么启发 还有你们觉得 哪一样东西 是你们最想买的 你们都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哦 拜拜